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能够与大家一起的来敬拜神 一起的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这是我第二次来 所以我相信还有很多人是我不认识的 所以很 虽然我们是在同一个周数 我们都是在马六甲 也行也是在马六甲 但我深深感受到说 我们能够在同一个周里面 一起的来见证上帝的荣耀 敬拜神 那个是美得无比的 那么今天要与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题目是 圣月与家庭 我们一起先来祷告 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听着你的爱 你从这个世界里面 选招属于你的人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成为你所聚集的教会 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守望者 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时代 你在世界里面所拳选 所发出的光辉 这个晚上我们愿主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 来 激励我们 教我们的生命 可以更加的像我们主一样 圣洁 荣耀 愿主你打开你的话语 让你的话语深入我们的心 公主耶稣基督自宝贵的圣名 祷告 Amen 我想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都清楚我们自己是基督徒 对吧 那么什么是基督徒呢 如果你问我 我给一个很直接的答案 就是基督徒就是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拳选的人 然后上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常常读圣经 我们就读到有旧月有新月 我们很少去注意 到底什么是月啊 原来你发现呢 上帝拳选人 上帝选招一些人在他面前聚集呢 这个就是一个月的行动 上帝是一个与人立月的一个上帝 那么在这个月里面 我们是在神为我们立的这个月里面 我们是有盼望的人 基督徒是充满盼望的人 所以今天 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里面 再一次去看上帝跟我们立月 上帝怎么样跟我们 还有我们的家庭 婚姻 包括孩子 一起的来立月 所以 可以 有吗 这样来 开了 有没有 好 开始了 OK 有了 我好像还是按不到 那么就请帮我按就好了 OK 作为影员我们来看 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按照 ooh 一跳掉了 一跳掉 嗯 好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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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所以今天作为影员的话呢 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婚姻和家庭 那我想今天我们看我们的周围 我们看我们的这个世界 你的左邻右舍等等 你不难发现很多的家庭婚姻 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 包括什么呢 包括夫妻之间的沟通 所以上一堂我特地讲沟通 包括这个是在华人家庭里面常有的问题 就是婆媳的问题 有人去研究说 在全世界不同的种族里面 华人是特别容易有这个婆媳的问题 那么也有亲子教育的问题 今天我们孩子怎么教育他 孩子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常常我听很多父母 有很多这一方面的投诉 或者是讲不知道怎么教 我们生活这几年也更可能面对 实际上经济各方面的问题 财米油盐的问题 身体健康 理财等等等等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处在的现实世界里面 那么基督徒 当我们在神面前建立家庭 进婚姻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是神圣的 但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人面对的问题一样吗 是一样的 因为活在世界 我们不是成为基督徒 上帝就把你借到半空中去 没有啊 或者是把你放到深山野灵去 没有啊 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有很多 我就发现这两年里面 如果你要去学 你要去听很多关于婚姻家庭的 这一些的讲座啦 教导啦 课程啦 这两年非常非常的多 线上的也很多很多 你要看书也很多书可以看 但我就发现普遍上呢 很常 很多这些的讲座 淫秽等等 非常看重技巧 就是教你怎么样 教你一套的方法 你可以用 等等等等 那今天我想注重的 不是教大家一套的方法 而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这个核心的 月的这个观念 上帝与人立月 上帝与我们的家庭婚姻立月 来去思想 这一个婚姻与家庭 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 记载在创世纪第17章 从第1节到第11节 反倒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如果你看得见 前面已经打出来了 OK 这一段的圣经很特别 我每次读的时候 我有很深的感受啊 就好像 我在读一个 我的大家长 我的祖先 他 在神面前的一个经历一样 很好 我们一起来看 第17章第1节到第11节 请 亚伯兰年 九十岁 九十九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上帝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月 使你的后裔 极其繁多 亚伯兰复复在地 上帝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月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不再叫 亚伯兰 要叫 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 既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 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建立我的月 做永远的月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 我要将你现在 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伟业 我也必做他们的上帝 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和你的后裔 必世世代代 遵守 我的约 再看下去 你们所有的男子 都要受隔离 这就是我与你 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 是你们所当手的约 你们都要受隔离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 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就是上帝亲自跟亚伯拉罕讲 我要跟你立约 然后你 仔细读这段经文你发现 哇 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是 很伟大的 因为上帝不是跟亚伯拉罕一个人立约而已 上帝跟亚伯拉罕还有谁立约呢 就是 他的 后裔 他的子孙 他的后代 然后上帝说这个是永远的约 所以 你看到圣经里面常常上帝跟人立约的时候 不是单独的跟那个人 如果我们换成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的情况 如果今天 上帝在这个世界 让你成为基督徒 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上帝的恩典 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不是因为我长得很帅 上帝拳选我 不是的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上帝 与我们立约 那么上帝与我们立约要记得 上帝永远不是单独跟我一个人立约 上帝 上帝是跟我所代表的 我背后还有很多的人 所立的约 所以如果你用这样子的角度去看上帝在婚姻家庭中的约的时候 你就找到上帝给我们的盼望 当我们想到 哎呀 原来我们 二人成为一体 一个夫妻 结婚 是在上帝面前立约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盼望来的 所以 立约的上帝是一个 怎样的上帝呢 当我们讲到约的时候 这个概念 在圣经里面 一定离不开立约的上帝 但是今天很多时候你发现 今天 到处 你打开娱乐新闻 我太太常常 会看娱乐版 的新闻 有时候他就会跟我讲 某某明星又 离婚了 某某明星又 搞劈腿了 什么一大堆了 今天的人你会发现 婚姻是很脆弱的 有一些人还没有结婚就 考虑 以后离婚要怎么样 先签那个离婚写一书 我那天就听一个 中国的年轻人告诉我说 哎呀今天在中国里面呢 各种各样的婚姻啊 他说 他说有 传统的婚姻了 然后有试婚呢 大家知道试婚是什么吗 就是 我们不要结婚先啊 我跟你试一试 我们试一试啦 过一个好像 婚姻的生活 但是如果试到不对路的时候 怎样 我们就分开 先试 所以这个叫试婚 今天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一直在提倡一种的婚姻概念 概念叫裸婚 我不懂你有听过吗 裸婚 开始我听我也不懂啊 什么是裸婚我就问他们 他们就告诉我裸婚就是 两个人 彻裸裸的结婚 不是脱空光啊 而是什么呢 以前呢 我们常常讲 要几十才可以结婚啊 一定要有事业有成吗 对吧要有经济基础啦 要读完书啦 所以现在他们提倡的是什么 什么都不用 你的银行没有存款 你没有白酒 什么都不用了啊 就好像你 彻裸裸一样 你就进入婚姻里面 今天人的婚姻一直在改变 家庭也一直在改变 但是婚姻的这个蒙月 是永远不改变的 今天人还是要结婚 对吧 当然有些人越来越不想结婚 所以就变成很多问题 那今天这个世界 当我们看到婚姻的时候 你一定 不可以把 上帝这个设立婚姻的上帝拿掉 你一拿掉的时候 婚姻就出 问题了 没有一个世界上的人 间的这个月呢 是不牵涉上帝的 OK 当然讲没有哦 今天我们牵合同那里有跟 上帝有关系 钱合同在英文是用contract 对吧 但是你看月 在圣经里面用的字不是contract 是covenant 这两个字有很大的差别 上帝是与人立 covenant 的上帝 而不是与人立contract的 你讲有什么差别呢 今天contract 你跟人家上一个contract 你买一件物质 你跟人家上一个contract 有没有 contract里面就会说明了 你付出几多 然后你得到什么 然后有什么 条件 是他要遵守 然后你要遵守的 然后不可以毁约的 你跟他都在这个合约里面 有限制 两个人都要遵守 如果一方毁约 另外一方就可以 起诉他 合约讲究的是两个人共同的努力 有没有 但是如果你看上帝与人立约的时候 不是两个人共同的努力了 刚才我们讲了吗 今天我们是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得到上帝的 喜欢 我们是不是靠我们做了什么 然后上帝 卷选我们 不是的 立约的上帝是单方面的 卷选人 所以 为什么 只有圣经里面的这个立约的观念 是非常重要的呢 因为上帝 在圣经里面多次的让我们看到他是守约的上帝 他从来没有忘记 他持守他的约 因此刚才我们读 上帝跟亚伯兰讲 我与你立的约是永远的约 我觉得这个 虽然讲 圣经的东西 很多 他是怎么样影响 今天我们看待我们的婚姻 看待我们的家庭 是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很多很多婚姻家庭的问题就是因为 没有看见上帝是那个永远立约的主 好 好 等一下可能会有一些例子 家庭 是怎样开始的呢 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也带领的姐妹 一直提到说我们的国家 我们 我们 我相信这几天 从 昨天 前天晚上 可能大家 就睡不着 但是昨天就很好睡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感觉到国家好像迎来一个 新的 转变 新的改变 我想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我们也 祷告 这样的改变能够发生 所以上帝听了祷告 但是我常常讲国家国家 什么是国家呢 要有家才可以有国 如果一个国家里面最小的单位就是家庭 出问题的话 国家是没有前途 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人 人世界的 婚姻家庭的制度是谁做的 谁做出来的 上帝做出来的 所有世界上的婚姻家庭都是来自于上帝 因为 上帝造男造女 造亚当造孝娃 然后跟他们立约 这个就是婚姻家庭的由来 因此 这个神圣的婚约里面 当我们面对今天种种的家庭问题 可能你 你讲 我家庭我夫妻没有什么问题呀 只是偶尔会有点吵架 很正常啊这个 我 哎呀跟我太太 都结婚几十年了 我们没有离婚啊 我们还是很好啊 但是 有时候我观察 很多时候 没有话讲了 OK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可能一天讲话就是那几句 好 所以你看到很多 各种的 情况 各种的 在 我们身上 或者是我们周围里面 面对的这些挑战 这样 当我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除非 除非我说 除非我们认真的回到 上帝跟我们所立的月里面 去看 我们的问题 要不然呢 一切你靠着你自己的努力 都是徒劳的 我举一个例子 现在我四十多岁 我太太也是四十多岁了 那么可能在这边有一些 长辈们 比我们跟年长的长辈们 就会笑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 今天的人四十多岁 有时候就开始觉得身体有问题 他们就会笑 以前 我们哪里有的 我们四十多岁是年轻的 对呀 但是 今天我也笑那些二三十岁的 教会里面有一些二三十岁的 比较年轻的 我常常就笑 你才二十多岁 常常就跟我讲 腰痛 这边问题 那边问题 等等 我们要不要接受得好 我们看见人的这种健康 一代不如一代 OK 以前的人很壮的嘛 八九十岁都很壮的嘛 对吧 那现在呢 你看 越来越多冰痛啊 等等 这样我跟我太太呢 有时候他会生病啦 有时候啦 其实他很健康 他很少生病 生病的时候呢 就是需要我照顾他 对吧 这样我想 在这边 有谁人有照顾过病人啊 请你举手呀 没有啊 有啊 有一些有照顾过一些病人 OK 做妈妈的你一定照顾过你孩子生病啦 对吧 辛苦吗 辛苦吗 是辛苦的 如果你要很细心的去照顾他 你要使他很快的痊愈呢 是很辛苦的 而且有时候病人啊 是 不容易照顾的 为什么呢 因为病人有时候好像我太太病的时候呢 有时候他心情很不好 因为他感觉自己他整天躺在床上没有事情做 好像一直要我服侍他所以他心情会变得不好 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又要照顾他的时候 哇 很痛苦啊有时候啊 啊 叫他 吃药 他不要吃 叫他做一些东西对他好的 他不要 然后煮东西当然是煮的清淡嘛对吧 不可能 生病的时候煮煎煎炸炸给他吃嘛 哇他一看到他又 愁眉苦脸那边 好像我下了毒药给他吃这样 哇 很辛苦 如果你有照顾过病人你都知道啊有时候不容易 这样 常常我在那个过程 他给我这样子反应的时候 如果患者是你你会怎么想 你会想岂有此理啊我 特地请假我我已经 照顾你这么好了啊 我已经拉下我的面子 你生气我都我都没有 骂你等等 你还要这样 你还要这样子来对我 可能你会有这样想 我也会这样想的有时候 不耐烦 但是 每次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件事情 我就想起 我跟我太太在神面前 结婚的那一天 如果你问我那一天 我 我 宴客 吃了什么东西 我的教堂我用什么东西来布置 谁做我的主席 谁正道 正道我还记得是谁 很多东西我都忘记了 但是我记得 我在神面前跟他立约 讲了什么话 很常 我很不耐烦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讲过的这几句话 就是以前 震魂的牧师 就会问我 你愿意吗 不是你愿意吗 这样简单 还有内容的 无论什么 无论 富有 还是 贫穷 无论健康 还是 有病 你们都不记得 还有的 无论美貌 还是 色 年轻的时候美吗 老了 皮皱皱了 不美 是色了 没有颜色了 好像 你愿意吗 所以我常常就会佛现这个我在神面前立约的这几句话 那个就帮助我 那个就帮助我能够继续的 服事 继续的谦卑继续的 走下去 所以我说除非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人是不完美的 人是有问题的 OK 同样今天你不是当然用在夫妻 孩子 我们各个 层面所面对的挑战问题 除非你回到上帝的面前 你去想 上帝怎么看 上帝怎么看待你这件事情 你常常就有力量 你常常就有盼望 你常常就有 这一个极大的能力 在圣经里面有提到诗篇127篇 我希望你可以 等一下回去好好的读这一篇的诗篇 在第一节里面就提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恍然 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 看守城市 看守城市 看守的人就恍然警醒 当你在读下去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下面其实就讲到上帝怎么祝福一个人的婚姻家庭 包括 他 在家里面的这种物质的 幸福 儿女的成群 各种各样 家庭美好的画面都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讲出来 但是第一节很重要 我们的家可以幸福 我们的家可以美满 我们的家可以 成为一个见证 不是因为我们努力 不是因为 我们很厉害 我相信在这里有一些很厉害的母亲 因为我记得我上次来呢 就跟一些弟兄姐妹谈 子孙都继续的在神面前 有一个 很成功的人生 但是要记得 婚姻家庭的幸福 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 诗篇127篇 第一节说什么呢 如果不是上帝 他建造 如果不是上帝他看守着我们的家庭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恍然 劳力的 都是没有用的 因此回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有很多 实际上我们可以做的东西 我一眼忘记 在这边应该有 很多已经结婚了的 有一些还没有结婚 所以结婚了的举手一下 好 大部分 谢谢 那我想问 我想问 看起来应该是最 虔诚的 牧师 牧师有没有跟师母吵架 有啊 在教会里面你讲 他做带领的有没有跟他太太吵架 有 如果你问我 有没有跟我太太吵架 也是有 这边谁 没有吵过家的 结婚的 有吗 没有 没有 那么接下来我问 你吵架的时候你怎么做 当你 夫妻 起冲突 吵架的时候你怎么做 如果你没有尝试回到上帝的面前 你就发现你的问题解决不到 他可能是一个恶性循环 但是如果你快快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然后更好的是 两个人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就发现你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这个是我经历很深 我以前才结婚的时候 我 没有学会这个功课 OK 这样 跟太太吵架 我们怎么样呢 我会 祷告 我会静下来的时候呢 我会跟神祷告 我跟神祷告 他那边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跟神祷告 当然我相信也有 要不然我们怎么和好 我也不知道 像我跟神祷告 他跟神祷告 我祷我的 他祷他的 OK 那么有时候很常在祷告里面 在我们的反省里面上帝就提醒我们 不可以这样 所以要和好 所以我们就跑回去 这一个 是 初期的经历 但是我发现后来 当我跟我太太 很努力的 我说很努力 有时候还是会起中度 但是我们努力的说什么呢 现在我们很 很不好 我们的关系也不好 啊 我很 不想看到你 我很讨厌你 我看到你我就很生气 但是 我们学习什么呢 我们学习说 好了 我不想看到你 但是上帝 想看到我 想看到你 所以很常我就这样告诉他 虽然我们现在 很 神气等等 可以不可以一起祷告 我觉得他可以不可以一起祷告 可以不可以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祷告 不是每一次他肯 但是现在越来越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 哇 关系也不好 但是两个人可以一起祷告的时候 你发现所有问题 不再是问题 一定从上帝里面 找到答案 找到安慰 找到解决 所以 所以真正看守我们婚姻的 是 万君之焉花 所以年轻人你还没有结婚 需要你可以建立一种 这样子的生命 敬畏神 用神的眼光来去看 你未来的 婚姻家庭 以后你要跟谁结婚 你先问上帝 你不要问你的爸爸妈 爸妈 我以后要跟谁结婚 或者你跑来问牧师 牧师我以后要跟谁结婚 你先问上帝 你要跟谁结婚 今天很多人谁都不问 问自己 有没有 我要跟谁结婚 是我的事情吗 我选 你有没有问过上帝 上帝为你预备的是怎样的人 回到神的面前 好 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 出埃及记记载着十戒 上帝给摩西 这些以色列人 十条的诫命 这样我想这十条的诫命 是上帝跟人的关系 如果你用在婚姻家庭里面 我觉得也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第一节上帝说不可以有别的神 因为上帝是 jealous 上帝是妒忌忌邪的神 我每次读到那一个英文版本的时候我就 心里面 很快的去想到 jealous 我们常常用这个字 比较用在 男人还是女人的身上 我们讲男人比较容易jealous 还是女人比较容易jealous 是什么 一样 原来男人 jealous 上帝讲他是jealous 他是妒忌的 他是忌邪的 意思就是说 上帝的眼中看你 只有你 没有别人 他也希望 你 看他是 只有他 没有别的神 所以用在婚姻里面上帝我们设立的婚姻永远都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你看你的配偶是唯一的 像我看我的太太她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女人 没有其他女人 有她的地位 所以 我在 有时候跟一些年轻人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常很喜欢用这个比喻 我说你还没有结婚之前 请你眼睛开大大 两只眼睛开大大 看清清楚楚 如果你认识到一个你要看 清清楚楚 睁大你的眼睛去看 OK 还有下半步的 一旦你结了婚 你就不要睁两只眼睛大大了 你要怎样呢 一只眼睛开 一只眼睛关 因为如果你 婚后你在眼睛睁大大 哇 他的 小毛病都会变成大问题 广东话有一句话叫 为什么 因为进入婚姻里面 你就发现 你不可以有其他的 你只可以看他 你不可以看其他人 所以 不可以有别的配偶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 解命 然后第2个 不可雕刻偶像 上帝说 上帝说不可以用其他东西来代替他 用在我们婚姻里面就是你不可以有别的东西来取代配偶 当然今天 第1个是 别的配偶嘛 对吧 有小三小四小五这些 但是今天婚姻家庭有时候面对的不是 人 作为小三 今天有时候 有一些 男人结婚了 他的婚外情不是跟 另外女人 而是可能跟他的工作 OK 工作变成他的偶像 而忽略了他的家里面的太太 可能是他的娱乐 我以前有处理过一个个案就是说 太太常常埋怨 老公 跟我结婚过后都不回家 我就问这个老公跑去哪里我不回家跑去哪里 放工了 还要跟朋友去打球 这样我讲你打球好吗打球好不好 好啊 运动吗身体有健康吗 但是打球打到不回家 那个就 不对了 所以我去找丈夫 你这么要结婚啊你请太太做什么 你摆在家里当花瓶啊 我说 谁是你的配偶 到底是那立球还是这个太太 我说 所以 不可以有别的东西去取代配偶的位置 就好像上帝在我们心里面 不可以有其他的偶像 来代替上帝 一样 不可以望称神的名 表示我们要尊重 我们 配偶的名字 我很反对 所以我没有这样子做 在 结婚了过后 有了孩子过后你发现 称呼变了 以前可能叫 汉妮 以前可能叫baby 或者叫他的小名 但是有了孩子呢 变叫什么 爸爸 妈妈 有没有 你叫你的丈夫叫什么 叫爸爸 然后你叫你的太太什么 叫妈妈 不对啊我讲 他又不是你的爸爸又不是你妈妈 为什么你这样叫 OK 以前我常常看到一些老人家怎么叫呢 老的 有没有 OK 请你尊重你配偶的名字 OK 因为 他是陪伴我们一生的人 所以今天回去可能要悔改了 哎呀惨了 叫了这么久怎么办 改一改 我感谢包丹 如果你重新叫 那一个 以前叫的名字 一定加分 好 然后当孝敬父母圣经的教导 做孩子的 就是我们要尊敬我们的长辈 不可以杀人 就是要小心我们的怒气 因为在新月耶稣讲 你不是 杀了一个人 成就要杀了你恨了 你里面你恨一个人 你就有 这个杀人的动机了 所以 婚姻有冲突是很正常的 我们说 该 夫妻那有夫妻不吵架的 一定有 争执一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但是你就要小心去处理那个怒气 以福所书圣经告诉我们说 生气不要犯罪 圣经没有讲不可以生气喔 生气可以你生气啦 但是你不要 生气去犯罪 好 然后不可以寒怒到日落 你生气可以 你有怒气可以 但是 到 太阳下山的时候 你就要去解决他 就是说你不可以生气生几个月 好 你要尽快的去处理他 我就发现今天如果我们 没有 去处理这个东西 在我们生命里面 特别是弟兄 特别是做丈夫的 小心你的怒气 你的怒气可能是可以把一个家庭毁掉的 所以要小心 好 当然做妻子的也要小心 OK 好 不可偷到 为什么要偷东西因为你贪 有没有你想要更多 所以今天家庭我们婚姻家庭里面可能面对很多物质主义 要享受要吃好的要穿好的要用名牌的 这个对任何的家庭不管你是多有钱或者是多 贫穷的 都是一个 不好的东西 今天如果我们 教我们的孩子 教我们的孙子一直用物质来满足 你发现这个孩子长大过后一定 坏掉的 他的品格一定坏掉的 所以要小心 今天我们不是去偷去抢 但是我们就是用丰富的这个物质呢 来去换 别人的这个心 最近我跟一个 同工就谈起 要不要给小孩子 玩电话 或者是 看这些 ipad的东西 这些平板电脑的东西 他就跟我分享一个例子 有一天他就在街上遇到一个网红 他讲 就推着 结了婚 这个网红 就推着 他的baby的那个 手推车 然后呢 这个手推车前面呢 就架了 一个大大的 东西 他走过去一看一个平板电脑来的 然后这个孩子坐在里面就是看那个东西 然后很安静 所以他就跟我分享 我讲是 今天很多父母亲就是这样 很多公共婆婆也是这样 为了要使孩子安静 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手机 ipad 有没有 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 从这个mco里面我就发现 我教会都有 接触到一些孩子 因为你知道 mco孩子没有上学 就关在家里面 我真的接触有两个孩子 因为这样有自闭症 然后整天 玩手机 所以要小心物质 物质 丰富 对孩子 不一定是一个好事来的 OK 我们要学会节俭 不可以坚营 就是表示我们不可以有外遇 在外面做工的丈夫 要常常 其实不是常常 是 每一天 都要报到 这个是我在我教会里面 我跟丈夫跟丈夫们讲的话 如果你去外面 outstation 每一天 定时跟你的太太 报到 我说 如果你真的面对试探 你要 求他为你祷告 我说 因为有时在外面 什么东西都可以发生 好像我两个礼拜不在 我也是这样做 但是有几天是没有的 因为 没有网线 但是一有时间 我就发一个信息 我在做什么 我今天很好 就问他怎么样 OK 不可以做假见证要诚实 待人 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面 我就发现说如果 特别是在钱财方面 今天很多夫妻呢 有 所谓的这个私房钱 有没有 今天你有没有私房钱 可能太太有私房钱 丈夫也有私房钱的 我 钱财你说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 这样怎么合意呀 所以我就常常教导 我受我 婚前辅导的 我说你们以后怎么处理钱财 我就问他们 如果他们提出来 他用他的 我用我的 两个人做工 拿一部分出来作为家用 我说 没有绝对 可以这样子做 但是 剩下来的多少 要透明 你不可以 不诚实 我说 因为这个太多的问题了 我讲 你可能说这笔钱 是 我有权利 去使用 而你没有权利 但是多少钱 你要让他知道 OK 你想啊 如果你把你的终身 交给一个人 但是你不信任他 怎么过下半辈子 对不对 怎么过下半辈子 当然我知道 谈钱就是伤感情嘛 对吧 你的夫妻也是这样不 这样我说 你可能有 那个使用的自卑 这个钱是属于我的 我妈妈给我的 是我的 OK 但是多少 你要让他知道 要透明 去付出给别人 我要过一个立他的 一个生命 上帝与我们立月 就有立月的 条规要遵守 就是使教 在我们的昆英家庭里面 我想 这些 提醒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再看下去 如果从圣经很多的 这些属灵人物 你从圣经里面去翻找 来看的话呢 你发现 失败的婚姻 失败的亲子教育 是很多的 大卫的婚姻有没有失败 有失败的 雅各的婚姻有没有失败 也是有失败 亚伯汉有没有失败 也是有的 他跟他的 这个 普人嘛 对吧 以示玛利 然后亲子教育 把孩子 教到 不成样子的 也是有的 很多 大卫把自己的儿子杀死 有没有 因为这个儿子起来要反他 你读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 OK 但不是吓我们 不是说哎呦惨了 我信耶稣啊 等下我家庭 也会这样 不是的 我们活在一个 罪人的世界里面 有时候 真的 不一定我们的家庭就是 幸福美满 永远 过着 快乐的生活 不一定 我们会面对挑战 这样 这些都是 你看到 举出来 很多很多的例子 圣经里面 OK 刚才讲了 亚伯汉跟 他的死女 下甲 以撒 跟 这个 以嫂 还有雅各 的关系 有没有 生一个双胞胎 然后偏心吗 对呀 妈妈 喜欢弟弟 爸爸喜欢哥哥 这个家庭出问题 月色跟他的兄弟 兄弟妒忌他 甚至想要把他杀死 结果把他卖去埃及 祭司 刚才我讲了 传道 传道牧师的家庭 以利是祭司来的 但是他两个儿子不像那样 大卫 跟 这个巴斯巴犯奸淫 有没有 然后他的孩子 暗嫩 暗嫩去 奸淫了 他的这个 妹妹 亚撒龙 亚多尼亚 这些都是 大卫的 孩子啊 很多问题 你看他亲子教育 很多问题 圣经讲 所罗门有几多个老婆 1000个 1000个 这个后宫 而你读新月 你也看到格林多的教会 很多信徒有 婚姻上的问题 保罗特别 很多的 教导 圣经把很多失败的例子 摆在我们 眼前 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要我们学 这个乃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更加谨慎 因为你发现这边有很 伟大的属灵伟人的 但是他们也可能面对很多的挑战 那我们怎么样 在神面前继续的 经营我们的 婚姻呢 虽然面对挑战 但是神 永远的计划 还是进行 这就是神的月 OK 上帝继续的 与人 立月 所以很多时候 有时候今天我们过度的寻求什么呢 改善婚姻家庭的秘诀 但是有时候不一定使用 OK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把它用出来 你可能上了一些课 你可能 知道了的原则 但是你没有用出来 OK 要怎么样 有盼望 我很常有时候给一些 婚姻家庭的讲座过后呢 有一些 父母亲 夫妻就会 找上门 说 我有这个问题 怎么处理 OK 这样有时候我真的会给他一些建议 但是我就发现 给了建议不一定有用的 更有用的是什么呢 当这个人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 如果你回到上帝跟我们立约来看 你的 婚姻家庭 就是有盼望 我曾经有一个 太太 她丈夫有婚外情 在外面有女人 她很伤心 她很痛苦 她就跑来 我们这边 受苦 当然不是我 就是我跟太太 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 帮助她 离婚吗 其实才要离婚 根本是 没有 就是说 我没有理由去拦住她 因为 是丈夫的错吗 所以我们 就陪她一段时间 然后 为她祷告 我们说 你也要祷告 然后告诉她上帝的原则 上帝最不想看到的是什么 基督徒离婚 那我说你如果真的最后选择离婚 不是你的错 你没有犯罪 但是 上帝更愿意看到什么 很痛苦 困难 三年的时间 帮她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也慢慢的去跟她的丈夫谈谈 最后妻子决定不要离婚 不要离婚也不一定 问题解决了吗 一直为她丈夫回头祷告 为她丈夫可以回转祷告 三年的时间 然后丈夫才回转 所以 如果不是回到上帝的面前 有一次我就 这个这个太太就讲我不能原谅她 她这样子做不能够原谅她 那我就 跟她提 这件事情 我说 她说 你确定你不能原谅她 不可以 我死都不可以原谅她 我说你确定 她就 静了一下 为什么要问我确定 我就是很确定啊 然后我就转 一个 角度 我说 你如果不可以原谅她 今天 你犯罪 上帝可以原谅你吗 我就挑战了 我说 你有没有犯罪 我们有没有犯罪 我们是罪人啊 我说 我们犯罪 上帝有没有原谅我们 上帝有没有原谅我们 上帝赦免我们的罪 上帝洗净我们的罪啊 所以我讲你这样坚决你 你不可以原谅她 这样你的罪 为什么上帝要原谅你 如果上帝看我们的罪 跟你的态度一样 这么坚决 你犯了罪 不可以原谅 世界上没有一个 基督徒 而且圣经也教导啊 耶稣说要为你的仇敌祷告 爱你的仇敌 天父怎么样饶恕了我们 我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 所以很困难很痛苦 但是 就是上帝的话 很难 你要不要学 所以最后她就挺进去 慢慢 很饶恕 婚姻就挽回了 不容易 这个过程不容易 他是有盼望 回去神里面就有这个盼望 好 最后一段经文希望可以鼓励大家 在 撒末尔基西亚 23章 从第3节开始 这边提到 以色列的 以色列的磐石 小义我说 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 敬畏上帝 治长全病 他必向 热处的晨光 如 乌云的清晨 雨后的晴光 死地发生嫩草 OK 大卫 他 赞美神 他讲 上帝很伟大 但是你看接下来第5节开始他讲什么 我家在上帝面前并非如此 你看到吗 我的家 不是这样的 我家很多问题的 然而 上帝却与我立永远的约 这约 凡事坚固 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克想的 他 岂不为我成就吗 大卫回到上帝的约里面 但我的家很糟糕 虽然上帝很好 但是我的家很糟糕 怎么办 上帝与我立约 永远的约 我一切在他面前所求的 他会为我成就 这是何等大的盼望 因此 大卫的临终之言 这个是他差不多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讲的话 他讲他的家庭并不像上帝这样完美 我相信我们也是一样 反而很糟糕 可能我们没有像大卫这样糟糕了 你儿子都要杀父亲那种 但是肯定不完美 他有很多事情他好像无能为力 他做不到什么 无法改变 但是他确信什么呢 上帝向他所立的约 你发现这个约一直到耶稣基督 的身上来成就有没有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因此他就回转到上帝的约里面 他就寻找到这个盼望 所以我们需要看重 约里面的生活方式 做一个守约的人 我们知道上帝跟我们立约 你是基督徒上帝就跟你立约 上帝跟我们立的约是怎样的约 我们就要做一个守约的人 上帝不会忘记他的约 常常是人 我们忘记 上帝的约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爱的天父我们 在这里 向主你呼求 愿主你圣灵恩高 临到我们的身上 叫我们听到你的话 我们就喜悦 我们生命得到建造 我们的 灵性得到提升 愿主建立我们对你守约的这种 生活方式 以致我们在世界里面 我们的婚姻家庭 能够从 圣经的月来看 去寻找出路 寻找盼望 我们知道不容易 今天我们活在一个 充满挑战的世界 但是上帝你是超越这个世界的神 你是愿意 让人 寻求你的神 因此 凡寻求你的就有福了 愿主你祝福 带领 我们在这里的所有 弟兄姐妹 封主耶稣基督 自报归的圣名 Amen 带领